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告诉你喔 这个叉叉是从来不听话的 对不对 你看古代的这个西藏的佛教 他们称为心子 什么叫心子 是我心中的孩子 我心中的孩子 那心中的孩子要听谁的话 要听根本上师的话 对不对 那连宴跟连玺两个出家啦 连宴跟连玺他们两个人出家 这个连凯法师有直接跟他们两个讲 你们不要去西雅图 那去哪里呢 去旧金山 去旧金山 那个到最后连宴跟连玺来到了西雅图 没有听连凯法师讲的话 他直接来找他的这个根本上师 找他的父亲 根本上师 他说他对这个连玺法师 对这个连玺法师讲 连玺法师讲 我要他们两个来跟做我的侍者 做我的侍者 他们跑去西雅图 那是没有用的 卢师尊那里啊 没有什么东西好学 我这里才有东西好学 去了卢师尊那里 没有出路的 我这里才有出路 他是跟连玺法师讲 你看吗 这种儿子还可以留吗 儿子是要听父亲的 对不对 那你儿子不听父亲的 听谁的 那父亲要听主父的 我是主父啊 他是父亲耶 当然主父比较大 儿子比较小 儿子要连宴连喜 去他那里 结果他们两个跑到我这里来 嫌我这个主父老了 说没有去那 去主父那里 没有出席啊 没有出席啊 没有什么用的 那你学不到东西的 东西是我传给你 你的 当然你也可以创改 创改也不经过我的同意 这个儿子是好儿子吗 算是女儿了 哪里是儿子 算是儿子吗 讲这种话 真的不认识他 不要以为他老是以为说 这次是师尊讲的 No 他从来不告诉我他在做什么 十六年来我隐积以后 他从来不告诉我他在做什么 隐积以前 他从来也不告诉我他在做什么 脱脱摸摸的 一定有鬼 你脱脱摸摸摸干什么 你做了什么事 你就跟你老爸讲就好了嘛 对不对 脱脱摸摸的 二三十年来都不告诉我他在做什么 这种儿子还算儿子吗 帮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